马尔古福音第三章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枯干了 他们窥查耶稣 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 好去控告他 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 起来 站在中间 最对他们说 他们一声不响 耶稣遂寒怒环视他们 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一伸 他的手就负了缘 法利塞人一出去 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 做陷害耶稣的商讨 为除灭他 那时 耶稣同自己的门徒 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民众 从加里雷亚跟随了来 并有从犹太 耶路撒冷 伊渡墨亚 约旦河彼岸 提洛和西东一带地方的许多群众 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来到他跟前 因为人 因为人多 他遂吩咐他的门徒 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 免得人拥挤他 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 要触摸他 邪魔一见了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说 你是天主子 他却严厉择斥他们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随后 耶稣上了山 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 他们便来到他面前 他就选定了十二人 未同他常在一起 并未派遣他们去宣讲 且具有驱魔的权柄 他选定了这十二人 西满 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在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 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 并为他们起名叫 波纳尔格 就是雷霆之子 安德类 斐里伯 巴尔多禄茂 马斗 多莫 阿尔斐的儿子 雅各伯 打斗和热忱者西满 并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是覆卖耶稣者 耶稣到了家 群众又聚集了来 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 他的人听说了 便出来要抓住他 因为他们说 他疯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 他富有贝尔泽布 又说 他赖魔王驱魔 耶稣 耶稣最把他们叫来 用比喻向他们说 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 一国若自相纷争 那国就不能存立 一家若自相纷争 那家也将不能存立 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 也就不能存立 必要灭亡 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 抢劫他的家具的 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 然后抢劫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的一切罪恶 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但谁若亵渎了圣神 永远不得赦免 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 耶稣说这话 是因为他们说 他富有邪魔 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 站在外边 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 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 有人给他说 看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 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 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碎环是他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 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 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我卖过来说 好 也是 我卖过来说 你说 我卖过来说 我卖过来说 我卖过来说